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圆 现在我跟Cherry两个人就在飞机上面和平线 然后我们这一趟要去的地方是欧洲 然后我们第一站会先去瑞士 然后我们这一次去瑞士的目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Boss Story也有Boss了 所以说我们去瑞士要怎么 还很想找啦 还很想找啦 他嫁给不了 哈哈哈哈 OK 我们去瑞士 拍婚纱照会拍3到4天 如果顺利的话可能3天就拍完 如果天气没有降美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拍4天左右啦 然后这一趟我们就是带了整个婚纱团队 他们一起过去 就会在瑞士那边呢 有很多的一个著名景点那边去景拍婚纱照 然后拍了3、4天过后呢 那些拍摄团队呢 他们就会回家了 就会回Boss Story 然后我跟Cherry两个人就会呆在那边 今天是9月20号 然后我们会呆在那边 呆到4月13号 但是不是一直呆在瑞士啦 我们会在欧洲那边这样是跑来跑去 我们会先去瑞士 需要瑞士就去意大利 需要意大利了就去法国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们会去买德国 然后就会回马来西亚 对因为英国我们在两个月前已经去过了 所以这次就没有去英国 所以期待 很累啊 很累 因为我们是半夜1点半的飞机 在马来西亚起飞 所以他没有化妆 我没有打扮 我们就这样子上飞机 因为这样子比较舒服的 然后现在我们刚刚在 多拜的机场 因为我们这个是有转机 我们在多拜那边转机 现在我们从多拜这边上飞机 所以给你们看看上飞机的那个画面 好 OK 我们现在飞机瑞士要大概六个小时多 所以我就这个过程我全部拍了啦 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睡觉 仰州精神 然后到瑞士那边过后 我再继续记录我们的整个 这次的欧洲旅行 刚好遇到是马币汇率下跌的时期 所以去到这些欧洲国家的消费 就变得更加高更加贵了啦 感谢OtoFX这个平台 让我在出外旅游的时候 还可以额外赚取一些旅行的零用钱 OK 先说明这个平台只适合21岁以上的用户 21岁以下的同学们 请自行跳过这一段 OtoFX一家曾经获得50多个行业奖项的外汇经纪商 也被SizeSet所认真 苹果用户们可以直接上他们的广网 如果是安卓用户的话 就可以到Play Store下载他们的APP 或者在App Store这里Search OtoFX 然后点进去 你就可以找到了OtoFX的那个软件 然后下载打开 就进到来里面啦 第一次接触的用户可能你们会觉得很懊恼 开进这个APP看到红色又青色 上上又下下完全搞不懂是什么东西 可是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有提供不同的专业培训 包括一些市场tips啊 线上研讨会啊 live交易等等 还有只需要多加留意他们每日的市场分析 一旦时间久了了解了就会越看越简单啦 如果用户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想询问的话 也可以直接联系他们的support team 他们会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 有兴趣想要下载了解的话 可以输入我的Promo Code 以获得第一笔的存款奖金 记得一定要使用Promo Code 这样的话就可以额外获得第一笔的存款奖金啦 连结跟Promo Code 在下方的Description可以找到 最后要再次提醒大家 一定一定要斟酌使用哦 毕竟投资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 一定要多加的了解跟学习 OK 有兴趣的话 赶紧点击以下连结下载吧 让我们回到瑞士婚纱造诗旅 OK 各位 我们check in 了Jurich的酒店啦 然后现在整个样子是很惨很憔悴的 因为我跟Cherry都已经十多个小时没有洗手了 然后我们刚到这边 然后我们对这个酒店非常的满意啦 就是很不错 所以我现在给你们看看一个room tour这样子 OK 基本上这边是门口走进来 OK 门口这边走进来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煮东西啦 刚好我们有带Maggie面来可以煮 非常棒 然后这边它有一个mini bar这样 OK mini的吧台 然后这一次非常的不错 我们的 呵呵 我们的酒店 欸我们酒店啦 我们的行李全圆到齐啦 上次我们去英国去爱丁堡的时候 遇到一种鸟 遇到一件鸟屎 就是我们人道 结果我们的行李卡在那个Dubai的机场那边 所以非常帅 就是我们有接近两天 没有行李用 然后我们的衣服啊 然后Cherry的化妆品啊 西数的全部在那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非常狼狈的在英国过了两天 然后那个行李才从Dubai那边寄过来 所以经过那次过后我跟Cherry都感觉很隐隐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一直在祈祷 希望不要有这样子的牛事发生 结果非常好 全言到齐 OK 继续给你们看房间 OK 这个吧台这边就有一个办公的位置啦 等一下Cherry要在那边干片 然后这个就是床 这边位置是睡觉的地方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衣帽间 这边 你不要来修小便咯 哦 你不要活力死透明了 OKOK Cherry在小便 所以我们等它修完便先 我再给你们看看里面的厕所 它的厕所不会很大 但是非常的干净 这边整体的overroll来讲 我觉得整洁度 如果五粒星的话 整洁度我会给4.5 给4.5 为什么不要给满分呢 因为可能还有更好更干净的 没有看到 所以这边overroll是非常的干净 然后服务也很不错 环境 地楼 地标环境是非常的好 因为 这个在算是Jewrich的一个市中心 所以 基本上我们从这个酒店走去其他的一些景点的话 是走路就可以到了 所以非常的方便 然后这边下到去也是有很多食物可以吃 所以 所以 我跟Cherry现在没有探索啦 然后 等一下 等Cherry忙完她工作过后 我们就要下去楼下去探索一下 去走走一下 OK 这里走进来 以茂田 然后 它的厕所不大 但是很干净 这个是重量的地方 然后 这个是 厕所 对 小小间 这样子 OK 很干净啊 这个 非常的不错 very nice 我发现 是不是欧洲的国家 他们的酒店厕所都是小小这样子 不像我们KL的一些高级酒店啊 它的厕所比较奢化 比较大 然后有浴缸 so maybe Europe 是有的啦 就是我在online找的时候 我是没有找到类似这样子的厕所 然后 Europe 国家他们的酒店 基本上都不会很 不会太大间啊 除非真的是巴结很高 就会很大间 so 这边 一个晚上 的价钱是满币 2000 2000到2000多左右 所以 也算是 如果这个价位在KL住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住到很好的房间了 但是在这边 对 这个价钱在这边 住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也是很不错了 OK 我们现在的plan 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现在到了 然后今天是9月20号 所以我们就会先在酒店养住精神 所以基本上今天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啦 然后明天早上一早咧 我们就要 开始拍摄混沙照啦 那些拍摄团队他们也是同样在这间酒店 他们也是各自在休息 所以明天早上 应该是早上七八点的时候 我们就要起床 然后Cherry就要化妆 然后我们就要吃早餐 然后我们就要在这边附近 明天会先拍这边附近一些教堂啊 一些老街道啊 一些很很经典的一些 建筑的这种风格的照片 然后我们在这个酒店会住两个晚上 之后我们就会check out去另外一个酒店 然后去拍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经典的那个混沙照 所以等一下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些活动的话 我就没有记录啦 如果有一些值得记录我就会拍下来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明天再给你们看看我们拍摄混沙照的过程 OK 各位早安 今天是我们在瑞士的第二天 然后你们看我现在穿了这样叻 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出去拍 先拍一套Cher的一个造型 就当作是我们自己热身 然后也给摄影师热身一下 所以现在是瑞士的时间 早上八点 然后给你们看看我们酒店外面的风景 瑞士的早晨 哇瑞士的早晨 今天天气很不错耶 太阳已经在那边出来了 嗯 这边在装修正 太阳已经出来了 哇 哇 很chill 现在的天气也非常的凉爽 大概十多度里面 我不知道我赛多少度 但是是很舒服 就像开着冷气的感觉 然后现在Cherry已经在里面画着装 所以等一下我们画的装过后 我们就会先拍这个Cher的装扮 然后今天一整天都会有Driver在我们去 我们已经安排好的那一个景点那边 哇 这样会有烟耶 不能你们看到吗 OK 等一下我们今天一整天 会去一些日式的一些著名景点 一些城堡啊 一些那种古老的街道啊 之类的一些场景 所以今天Cherry叻 就会换几套婚纱 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Cherry穿婚纱的样子叻 OK 他在画着装 那这位是化妆师造型师 感觉是不是 我又坏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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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各位 我们现在下到来我们的酒店下面 然后我们已经化好装 穿好衣服 现在我们准备要拍的是Cherry的一些装扮 就当作是热身间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走走看看有适合的场景 我们会先拍一些照片热身一下 然后等一下就会去别的场景 然后这一位是我们的金牌摄影师 靠你了大哥 练长了啦 金牌化妆师 靠你们了 OK 哇很冷的 现在的温度不会讲冷到很辛苦 就像云顶这样 应该10 10到15度左右 OK 我们现在在这个古老的这些Building这边走走 停一停拍一拍先热身找那个感觉 因为表情还是很很僵硬 表情还很僵硬 然后要先让表情热身一下 好 敲钟了 每一个小时这边就会敲一个钟 咚咚咚每小时一次 然后看到那个是 瑞士的KLIA 瑞士的KLCC 瑞士的双峰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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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后面 我们刚刚拍完了我们的变装 等下这个 变装 我们现在在拍一些街道的感觉 拍这种古老古老的街道 然后要跟这个火车拍那种感觉 很可爱耶 很可爱 很可爱 OK 所以我们等下拍完这个公里 Cherry就要回去穿婚纱啦 就要拍婚纱的系列了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